一百零二學年度UBL大專棒球聯賽的四強賽 三號正式在新莊棒球場點燃戰火 先來關心福人大學與台體大的比賽 身為去年冠軍的台體大 在一局下率先發動攻勢 第一棒林柱一上場就敲出國外野方向的平飛安打 攻占上輪一壘 第二棒的高玉瑋接著再打出右外野的深淵安打 二連手機到回傳已經來不及了 林柱早就跑過三個雷包回到本壘得分 跑出台體大先時得點 不過福人大學在二局上展開反撲 靠著兩次安打和一次寶送 在無人出局的情況下取得滿壘的大好局面 沒想到台體大投手郭俊麟 這時卻出現了挖底瓜的爆頭 讓三壘跑者輕輕鬆鬆跑回本壘 福大並不協任的取得追評分 而且不要忘記現在還是無人出局 翻平戰局之後福大打線再接再厲 第八棒林志祥接著在兩好兩壞的情況下 一棒把球送到右外野去 雖然被揭殺 但這球夠遠 三壘跑者起跑與外野手比速度 結果Safe取得2比1的超前 而且他們的攻勢還沒停喔 之後又是靠著三隻安打串聯 在這個半局一口氣進帳4分 取得4比1的領先優勢 福大先發投手黃毅志走過第一局的小亂流之後 第三局又在兩出局二壘友人的情況 被台體第三棒戴如新 敲出左外野方向的深遠安打 相比數追到只落後兩分 但也僅此於如此而已了 雙方在之後的六局都無法再越雷势一步 中場五人大學就以4比2手下勝利 不但終止台體大二連霸的美夢 也創下球隊成立十七年來首度取得進入冠軍賽的門票 我來體育新聞 郭建宏 余世傑 綜合報導